哈喽大家好我是Celsior 非常高兴的我们今天透过模型车来跟各位聊聊实车的故事 今天这台主角相当有意思 我查了半天了 我发现怎么在台湾看不到这台车子呢 因为当年代理商似乎是没有正式的卖这台车子 只有少数的美规的水货商有卖过这台车的实车 而且我相信各位一定对这台车 还有它的另外一款长得很像的车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 的确为了今天的节目我也做了不少的功课 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样的一个学问 我们今天透过了TLV NIO这款Audi 90 来跟各位聊聊Audi 80 90这款车发展的故事 好那我们今天因为其实我在台湾 真的没有拍过这一代B3的90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模型车跟实车的照片 一起来跟大家讲一讲Audi B3 这一款车的发展脉络 那么Audi B3这一款车子呢 它算是从B1一直以来第三代的Audi的车型 当然它后面还有发展到所谓的B4 那么B4之后各位说那B5呢 B5就是第一代的A4了 换句话说了其实到了B5了之后呢 就不再区分所谓的Audi 80跟90了 那我们现在背景的图片看到全部都是Audi的80了 这是我在台湾拍到的 那我们可以跟前方的这个TLV的外盒来做一个对照 那究竟Audi 80跟90的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从外观上就也发现了 Audi 80的外观呢 它比较阳春一些 那Audi 90的外观比较豪华一些 没有错 一开始呢其实Audi在B3的时候 才在中期小改款的时候 最佳的Audi 90这款车子 一开始呢在B1 B2还有B3的前期 是没有Audi 90这个车子 那么在原厂的定位上面来讲呢 Audi 90就是Audi 80的一个豪华的版本 并且呢最初最初 Audi 90呢它配的引擎跟Audi 80又不大一样 Audi 80主要配的是四缸的引擎 Audi 90配的是五缸的引擎 所以呢可以算是Audi 90算80的豪华版 算它的动力加强版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但是很好玩的是 我们常讲意大利人是很浪漫的一个民族 但是呢Audi在这个时候呢也搞得很浪漫 为什么 因为到了Audi 90就是B3的下一代的时候呢 Audi 90的引擎阵容也跟Audi 80基本上混在一起 外观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非常难以辨认出来 只有在美贵的配备的差异性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今天讲的是Audi 80 B3,Audi 90,B3这款车子 B3这个车子呢在外观上各位可以发现 不管是它的车头或者是它的车尾呢 都走得相当的圆润 因为这台车当初它的设计 就是走一个低风阻力学的一个概念 甚至它的实验车子呢 各位不要小看这个外观 这个当年竟然在实验室里面做到了0.19 当然那是概念车啦 我们量产车呢没办法做到这么的圆润 没办法做到这么的圆滑 所以量产车其实它也做到0.3左右的风阻系数 这个在当时算是不得了 当年呢雪铁龙的有一款叫做CXE 风阻系数命名的这一款车子呢 哎不好意思 它也只有0.31多而已 那么Audi呢不管是100还是当时的80呢 已经做到0.30啊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它的车头 还有它的车身都非常的圆润 甚至它的窗框呢也非常服贴整个车身啊 这是为了要降低它的风阻 那当然了台湾当年啊因为Audi 80 在那个年代没有所谓的Audi A3 没有所谓的Audi A1啊 所以当时呢它就是Audi的一个入门级的一个车子 所以呢为了考量到售价的区隔 所以台湾基本上进的是Audi 80 跟比较大的Audi 100 Audi 90呢听说有接单眼镜 但是我并没有看过实际的车子啊 但是很好玩的是哦 其实Audi 90我们讲过在B3的时候 它是五缸引擎的 台湾也不是没有进过B3的五缸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概念的B3的五缸的跑车的车型呢 台湾是有进过了 不过那叫Audi Coupe啊 这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当中 简单来说了 Audi 90呢你可以这样去区隔 就是它的外观呢 比Audi 80看起来配备就更好 比方向灯的雾灯的形式呢也不大一样 那尾灯的造型呢也就不大一样 至于它尾灯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Audi 90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台TLV来跟大家讲一下 接着呢我们来看到Audi 80的尾灯啊 来我们这样子前后对照一下 后面这个呢是Audi 80 我在台湾拍到的 你看Audi 90尾灯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大气点 甚至有点像后来的C4的100 Audi 100这个造型看起来比较大气点 那么Audi 80呢看起来就比较廉价一点 基本上在B3的时候 Audi 80跟90的外观是比较容易辨认的 但到了B4呢 基本上完全辨认不了 甚至呢在引擎的阵容也辨认不了 就在售价跟规格配备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 不得不说Audi这个这间公司还真是蛮浪漫的 但是这个差距实在是不大 所以到后面Audi B5的A4的时候呢 就取消了这个80 90这种型号的区隔 全部就叫A4 比方说呢这个A4 1.8 A4 2.4 A4 2.8 好这是我们简单跟各位讲讲Audi B3的80跟90的区别 希望大家多少有一个概念 接着呢我们赶紧来讲讲我们今天的主角 因为今天主角这台车做的真是有过棒 来我们聚焦回我们今天的主角 我们今天呢讲的是TLV所推出的这款Audi 90 那这款车呢它的编号呢是LVN82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早期一点的作品 但是它做工真的是很棒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外观 它的外观呢车头 我们常讲的所谓的车头的头灯的黑点的问题呢 完全不存在 也不是完全不存在 其实你仔细看 还是有那么一咪咪的地方是什么呢 来它车头的这边 它的头灯前面这个喷水器 它竟然把它做出来了 哇做的这个是栩栩如生 可是它下面这个雾灯 各位你仔细看 我们来拍一个特写 有没有发现 它下面的雾灯这边有少许的一个黑点 我觉得TLV它这个公司真的很有意思 因为它的雾灯需要固定住 所以它也必须做一个迁入点 它就故意坐在这个头灯喷水头的正下方 做出这个雾灯的固定点 让你不会在市场上低声觉得这边好像有个黑点 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是喷水器的一个阴影 我觉得TLV这方面的做工真的是相当的有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奥迪这一款车 它做的是所谓的奥迪90的2.3 这个算是比较高阶的规格 所以它是有配备度个窗框的 不管是挡红玻璃或者窗户这边 这个度个的线条做的也算是栩栩如生 当然在车头的这个部分 水箱照中网还有Audi的logo也都呈现了出来 并且我不得不说 向来我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在于 TLV会做一个很突兀的车牌 但是在这台车上面 这个车牌倒是没有相对的 其他车款来的这么的突兀 那么在侧面这方面 这台车子比较可惜的地方在于说 TLV并没有做出后视镜 所以看起来跟我们过往介绍的TLV 稍微有一点的不同 那各位说为什么你不做后视镜 各位你仔细看 来我们看背景的这个Audi80 你看Audi它的这款车子 B3它的后视镜是长在门上面的 不是长在A2下面 那么A2下面跟门上面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对于模型商来讲 它放在A2这边 它的制作方式比较简单 放在门这边它制作的成本会再更高一些 所以我相信它是因为基于成本的关系 把这后视镜给省略掉 当然它侧面的细节 比方说像前叶子版 这边有个小小的Audi logo 前叶子版方向灯 还有开门的门把 甚至开门门把上面有个门锁 这个不是反光 这是真的 真的有做一个银色的涂装 都做出来 但是蛮好玩的是 讲到反光 这台TLV它的车漆走的是珍珠粉漆 我是很好奇 当年真的Audi有提供出珍珠粉漆 可以让实车的车主来选配吗 或者它是标配吗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 不过在B3这个时候 Audi已经标榜了所谓的 这个10层的镀芯防锈 跟当时的Audi 100的标榜式一样 在德国当地甚至提供了10年 乃至于12年的防锈保固 现在台湾那个时候 也提供6年到10年的防锈保固 相当的厉害 不过蛮好玩的是 这台车子它侧面的线条 防状四条 这台车也做出来了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这台车因为是深色的 所以我们看实车这边 实车这边有个轮拱 稍微有点凸起来 模型车不是没有做出来 但是你在视觉效果 稍微差了这么一点点 这是它侧面的部分 至于它后面的部分 不得不说后面的质感 做的跟车筒真的是有一拼 首先第一个 这台车子 因为它是Audi 90的关系 所以它的尾灯的面积比Audi 80来的大 而且它的倒车灯的造型 也跟Audi 80的不太一样 我们把后面的实车照片把它给拿出来 各位看到Audi 80它的尾灯是比较细长的 它倒车灯是比较细长的 但是90这边它的倒车灯是做一整块方形的 当然这还有涉及到前期后期的变化 不过Audi 80跟90 它在B3的时候 它的外观真的差异度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蛮好玩的是 各位你仔细看 这个尾灯这边 中间这个排框下面这边还有红红的东西 没错 其实我在猜 TLV应该是只有一块射出成型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排照框 排照框这样加进去之后 一方面可以强调排照的位置 二方面也就会让你看不出来 其实它尾灯应该是一整块 这是我在猜 还有就是说 当然它尾灯的黑点 应该也是埋藏在排照框的后面 或者是它倒车灯的黑白色的这边 因为我们是没有按强光下去照 不过隐约看得出来 它的孤零点大概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尾灯的黑点的问题 也获得了相当的解决 当然了车尾所谓的Audi 90 四环标还有2.31的字样 也是没有被放过了 还有就是说它车尾的 镀个后挡红玻璃的线条 我觉得它画的也是非常的棒 因为这个线条非常的细 所以你真的在模型车来讲 以这种1比64的车子要把它做出这种细致度 真的是不大容易 基本上Audi 80跟90这个车子 它是一台国民车 所以当初也好 现在也好 它做的模型车的数量的选择并不是很多 所以Tommy Tucker愿意来做Audi 90这款车子 我们是相当的惊讶 因为过往你要买这种车子比例的模型 你说1比18我觉得你就省点力气 1比43你可以去像Mini Champs 这种欧洲的老牌的车子 这个模型车厂的碰碰运气 但是没想到Tommy Tucker这个日系车厂竟然会做出Audi 90这款车子 所以其实这个车子我也是蛮喜欢的 所以才想方设法去弄到这一台 如果你对Audi B3有兴趣的话 Tommy Tucker这款车子做的进去真的是不错 值得推荐给大家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 透过这台TLV的小宝贝 跟大家介绍一下Audi B3 80跟90的区别 希望大家会喜欢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